车在篱下30多度的世界最冷城市雅库茨克 野外停放了一天一夜之后 能否正常的启动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黑王 两口只乘坐破冰船 昨天成功的抵达了雅库茨克 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露营地 昨天我们到了这里之后 就把车停在路边 在这里过了一夜 也不知道今天早上我们这个车 能否打得着 世界最冷城市 果然是名不虚传 这车厢里面都全是雪 还是什么 还是霜 像蜘蛛网一样的东西 这些座位上全都是 哇塞 太多了 全是白白的一层 长毛了 先给预热 现在外面还有零下29度 至少预热个十来次吧 至少 昨晚最低气温零下33度 预热了十来次了 咱试一下 哇这不戴手头是真不行的 感觉刷厚了 人的行动都不太方便 一定要成功了 感觉这把人掰都掰不动了 这个泥河哟 哇这个这个挡 掰动了 他都 这死的感觉都 哇 哎呀哎呀 这 不会把他掰断了吧 这真的要死好的 你看他都不回过来了 嗯 这个 哇塞这玩意还行吗 看机器能不能打得着吧 一定要打着 一定要打着 好了不行 打不着 怎么办呢 先坐在这个火炉子这里缓一缓来 还好我们这后面非常的暖和 这炉子就一直没敢熄火 都想着机械打着暖再熄火 你看这大街上一样的车水马龙的 他们当地人已经适应了这样天寒地动的生活 该上班上班 我们人呢 也慢慢适应了 可是我们这个车 好像有点水土不服啊 有点难搞咯 看完 你慢点哦 一定要燃哦 来了啊 必须要去烤 烤了半个小时 这现在不敢丢泥河 现在我这一只脚 一直踩着泥河的 我们看一下 踩泥河要踩多少分钟 现在机器打着0分钟嘛 至少10分钟以上才能丢 已经11分钟了 我看一下 能丢泥河 这个泥河 这个泥河 哎呀 稀后 我们的这个料素 36% 已经好多天了 一直没有烧料素 很麻烦的 辣辣妹子太好了 还给我们艺人带了一双鞋来 我看你们的鞋站着不行 哦不行 对冻脚 你看这个鞋 它里面有这个东西 它就不会冻脚 这里面这个是什么 是泡沫还是中 好像是还是什么 哎呀 这个我真的 就是隔热 隔冷空气的 隔冷的 这个还是不能花 还是这个 这个不动脚 我们等纪人就穿这个鞋 你看薄 还是你们这个车里面 也是这个低冷鞋的吗 对对对 这个车里面地上很冷 地上很冷 上面还暖和 就是我给你们两个泰的这个 说你装上吧 我放这里热一会儿 哦行 谢谢谢谢 谢谢 太感谢 不用不用 不用谢 哦 好暖和啊 这个 是不是啊 嗯 可以啊 他们当地人的鞋呀 还有衣服裤子这些 应该都都比较要保暖一点 对 哦 不然的话 都不一样 太冷了 这个 我们这才来一天 深刻的感受到 你看我穿的这裤子 是明的吗 哦 哦 不然的话也扛不住哦 对 他们当地的车都是这样拿个车一拢着 这里接了一根烟管出来 好像有另外的装置 就是低于零下10度 他自己就着火 这几辆车都是今天早上才开起来的 在里面上班的 这还开着熄火了 就是啊 赶紧打烊 打烊 刚刚 我叫辣辣妹子 给我们找了一个暖裤 这又必须要进暖裤了 先进暖裤 缓缓再说吧 终于是开到暖裤了 就两三公里的距离开了半个小时 这个暖裤挺大哟 还停了好多这种大货车 大卡车 还有铲车什么的 都停在这里面的 哇 这哥们停在暖裤里面都还没有熄火 看 这都还着着火的 我摸一下 这个应该很烫 这个很烫的 这四周全都是这种管子 里面比外面暖和多了 朋友们也帮我们想想办法呀 这个车到了这边来 怎么保暖 怎么弄 这天天找暖裤也不是个事 这幸好有辣辣妹子 不然的话我们暖裤都找不了 就是啊 这找暖裤 我看他们还是在网上订的 手机上订的 咱的话根本没办法 大家一起帮我们想一想吧 这个车怎么保暖 车才是大胜 感觉我们人还可以适应 好了 朋友们 我们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两个字的 给我们点点赞 谢谢大家